北極深宮怨婦 李秀蓮我含冤很久了 我當選以後 有些人那時候是文化震盪 不能接受一個女性 怎麼可能會當選我們的副總統 前副總統李秀蓮 來到蘋果八方聊天室 談到過去外界 對她的稱呼不少 像祖母綠 還有 出中國時報第一篇文章 就說副總統沒什麼權限 李秀蓮你現在當選 今後四年啦 你要哀哀怨怨 接著呢 漫畫家就把她引述說 深宮怨婦 我怎麼可能我自稱是 深宮怨婦 我已經含冤很久了 除了曾經深宮怨婦 宇夫強調 她有一顆年輕的心 誰說我老 我站起來演講 你們知道 我不看搞得 我可以一兩個小時 我可以講 誰要挑戰我老 我在主張就是 我們大家 如老如少年 台北市那麼多的人 因為看到他們都覺得 年輕起來了 很樣啦 還能玩快問快答耶 你覺得你最大的優點是什麼 我最大的優點 是我隨時用開放的心來學習 你最大的缺點是什麼 最大的優點是我比別人敢講話 都講真話 知識中心 答得很快啊 報導